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发现时孩子都已经没有了生命体重 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有详细的通报 今晚节目还有哪些热点新闻 我们一块来关注一下 电面牌匾存隐患 长春城管择令立即拆除 这是不在牌匾线之内的 明显是高处牌匾线的 它这个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两位失踪女孩水塘内被找到 警方公布情况通报 一天国际公寓停电三天没进展 高层住户吐槽太误事 27楼 对 每天爬楼梯 然后昨天开宾馆去了 然后手机也没电 我是我太子 好 没办法 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不需恢复正常的宫店 轿车闯下逃避检查 司机汽车钻进草丛 能不能炸这儿呢 喝大酒吧 喝多少 喝多少 今天全市人民都在寻找的七岁女孩 终于传来消息了 但是传来的是一个换消息 节目的开始我跟徐晗也已经说了 两个孩子的遗体是在村里的池塘内被找到 咱们来关注一下警方的通报 4月6日16时40分 杰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乌拉街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称 乌拉街镇封口村 有两名女孩走失 龙潭分局牵头 会同当地村民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人士 组成了2100人的搜寻组 在乌拉街镇开展地毯式搜查 4月9日8时40分 搜寻组在一水塘内发现两具儿童尸体 经出查 两具儿童尸体的衣着特征 与乌拉街镇封口村走失的女孩江某某 龚某某相似 经两名走失女孩家人现场确认后 死者正是江某某和龚某某 目前龙潭分局警力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后续情况及时公布 守望路士 文泽鱼龙 杰林士报道 这个结果是最让我们痛心的 也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 我相信现在大家还在祈祷 祈祷 相信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 不再发生 我们也希望所有看护孩子的家庭 能够引以为戒吧 接着往下看 提到长春市的建设街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有很多的饭店 但有细线的人发现 这里个别店面的牌匾 存在着安全隐患 为此长春市的航管部门 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行动 对整条街的违规广告牌进行拆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的建设街上 为了维护市容环境 排除安全隐患 那么现在在这里 执法人员正在对 这一条街路上的广告牌 进行拆除 这次拆除呢 专门拆除这个违规牌匾 像这种的话呢 这是不在牌匾线之内的 明显是高出牌匾线的 它这个还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一个是年久失去屋了 还有一个呢 有消防安全隐患 执法人员表示 在长春市的建设街上 一家门店设立 两个牌匾的现象 也较为普遍 各家门店在楼顶 私自设立的牌匾 同样在拆除范围内 像这个风貌串城啊 包括这个老长城肉馆啊 等等啊 存在一店两匾的情况 商家是为了打广告宣传 但是在我们这儿的话呢 这是不允许的 这都是需要整改 拆除的范围之内的 据了解 本次行动当中 清河中队 共出动执法人员20余名 历时30余个小时 共清李霞区内 违规广告牌51处 整条建设街的违规广告牌 预计将在一周之内 拆除完毕 我们准备弄一个礼拜的时间 把整个一条建设街 沿路类似的这种违规牌匾 全部都拆除完毕 把牌匾整治完之后的话呢 就立马投入到 拆除尾件这个工作当中 爽都市则续张阳报导 以建设街为起点吧 我们也希望商家 能对自己家店面牌匾 进行一下自检自查 如果发现存在着安全隐患呢 存在着违规的情况 干脆还是自己自行睁开吧 现在天气一天一天暖和了 很多人呢 都愿意外出溜达 比如说这个长律市 经开去的北海公园 就是附近居民 最喜欢去的地方 但是最近啊 这北海公园的工作人员 可忙坏了 因为他们发现啊 这个沙池里 沉寂了很多的垃圾 所以呢 大家都在忙着 打捞垃圾 清理垃圾 记者在北海公园了解到 从今年3月16号开始 北海公园的室外保洁员 已经全员上阵 开始人工清理沙池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北海路二期的这个沙池区域 那现在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呢 就有工人正在用这个筛网 进行筛杀 那这个目的呢 也是为了让这个沙场的环境呢 更适合市民游玩 也是给市民打造一个更安全 更优质的这样一个 游玩体验的环境 咱中心吧 它是天冷 就是把表面上的那个 垃圾就是覆盖物 它来清理清理 四月份是天冷 之后我们是每天都在清理 每天清理这垃圾吧 就是处理 给市民带来非常良好的环境 那个小孩的大人呢 有时候那个光着脚下去 大的狮子 我们给清理以后 就是不容易扎了脚 北海公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选择在这个时候 清理沙池垃圾 是因为天气逐渐变暖 来沙池游玩的市民 也逐渐增多 也是为了以全新的面貌 迎接广大游客 首王都市刘阔静泽报道 我们也希望去任何地方玩的游客 都能够文明一点 自觉维护一下当地的这种环境 游玩过后不要留下垃圾 再来说说回家难 难在哪呢 难于爬楼梯 因为这个长春市高新区 一田国际公园停电了 所以呢 这家住三十几层的住户 天天爬楼梯 爬得都快崩溃了 为了了解详细情况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了高新区的 一田国际公寓 该楼共计三十三层 每层楼大概有三十二户 此时楼道内一片漆黑 两部电梯均已停运 在现场还有不少居民 在公寓进出 我在二十九楼住 一田风落 从外卖爬能爬起 但家里还有人呢 有老人 有媳妇是不是 那眼睛能爬起 万一有病友自然 就咋整了是不是 再说冰箱那些东西 都化了 都得扔 二十七楼 对 每天爬楼梯 然后昨天开宾馆去了 然后手机也没电 我说我太不爬 没办法 电梯是不是有病物店 正常一个 就基本上 等某些的楼梯 就是他换做的 记者在公寓外面看到 不少商铺的门口 摆放着发电机 用来发电 维持店铺的日常经营 发电 电费贵啊 我们买油还费劲 还得上派出所开证明 去才能给我发电机 加上油 然后一个费用高 再一个营业额也下降 浪费点钱 浪费点精力 就希望早点来电 在现场 居民也出示了 物业张贴的通知 内容表示 停电问题 应该找电力部门沟通 随后记者拨打了 长春市国家电网的客服电话 工作人员过去看了之后 说是这个 因为您这个电费啊 是在物业的 然后是不属于 物业公司 卫物范围之内 建议您找一下这个物业 工作人员去现场 查没查看 是哪个线路出现问题了 没有 就是给反馈上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公寓楼停电 什么时候 能够尽快恢复供电 在现场 记者也见到了 一田国际公寓 物业的工作人员 游泳反馈 了解到电路维修的进展 记者离开现场 截至发稿前 记者再次联系了 一田国际公寓的居民 他们表示 目前还没有恢复供电 守望都市 新京富强报道 我们也希望物业 能够兑现承诺 今天晚上给小区 恢复供电吧 接着往下说 对于出租车驾驶员来说 近期我们刚刚看到 有一个消息是 出台了一个罪严 行规 对他们的行为 进行一些规范约束 但同时咱们的相关部门 也在出台一些 其他的措施 为了是给他们 提供一些辩解 那接下来这个措施呢 就是集迪哥之所及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及出租车协会呢 近期建设了一个 长春市出租车 驾驶员运营服务 保障基地 这个基地厉害了 可以停车 就餐 还有免费 或者是地下的洗车 还可以办理服务 监督卡 这样的一个服务基地呢 预计在五月份 就可以面向 长春市的地下开放了 记者在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及长春市出租车协会 处了解到 即停车就餐 免费或低价洗车 服务监督卡办理 等多项功能的 长春市出租车驾驶员 运营服务保障基地的建设 目前已出建成效 部分功能区已经准备完毕 这个呢就是自动洗车机 手动的 这个是不花钱的司机 两部自动洗车机 这个只能收成本价 据介绍 该出租车驾驶员 运营服务保障基地 可停靠出租车 约300余台 均为室内立体停车场 另外按照协会计划 未来保障基地中囊括的服务 还将包括 如从业资格证培训 服务投诉培训 等相关培训事项 把这个一些业务 下放到协会当中来 放到协会这里来 这样他在交费 这个办理其他洗车 刷车的时候 顺道就把相关手语罢了 另外长春市出租车协会表示 长春市首处保障基地 将于5月中下旬正式面向 全市出租车驾驶员开放 未来协会计划 设立更多类似的 运营服务保障基地 为驾驶员提供服务 首王都市 陈汉广为报道 正是和中国法宝体制的 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0到0上14摄氏度 白程晴 零下2到0上16摄氏度 松原晴 零下1到0上14摄氏度 四平多云 零下2到0上15摄氏度 辽原晴 零下3到0上15摄氏度 麒麟多云 1到13摄氏度 通化多云 0到14摄氏度 白山多云 0到11摄氏度 年级多云 零下1到0上13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零下6到0上10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下1到14摄氏度 发蓝牌位置已经损坏同时 酒精罐罐体长约1公分的裂口向外泄露酒精 叫出床卡逃避检查 司机汽车钻进草丛 66万买的新车 前机带上有瑕疵 这是咋回事 这车进行二次奔机 这车进行二次奔机 建立摩古尔是有法律效率的 但是他到现在也不跟我们说解决办法 你找我没保卫 那我也得找我们上去 我得问他这个车是怎么着 侵占土地不归还 法院执行归还原主 他起诉我是任务的 就我这些地 根本就没有任务 这事吧 咱别讲了 就是你神速法 有这个权利 对呀 处理这个权利 你神速 买好钻 会碎楼 会碎楼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回来MU BN这里要 苍鹅BN片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先来关注一个新闻现场 4月7号早上的4点多 在公主领事经济开发区 东盛路与华翔大街的交汇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货车 追尾了一辆酒精灌车 导致酒精灌车的尾部 开始大量的泄露酒精 因为事故地点呢 工厂多 车率量大 随时有可能发生危险 接警后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并将近三个小时的分站 成功将险轻排除 4月7日凌晨4点30分 四平市消防救援支队 领东路中队接到报警 范家屯镇东盛路 与华翔大街交汇处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重型自卸货车 追尾一辆酒精灌车 造成酒精灌车尾部泄漏 我中队立即出动 两台泡沫泄漏车 一辆18吨水灌消防车 共计三车12人到场处置 通过我们证查发现 酒精灌底法兰盘位置 已经损坏 同时酒精灌 灌底有长约一公分的裂口 向外泄漏酒精 我们利用一支泡沫枪 对酒精进行覆盖 并且利用水枪 对泄漏的酒精进行行事 前面的酒精灌车 在等候绿灯后边的一辆 重型自卸的货车 没有减速 直接追尾造成酒精灌的泄漏 经过询问了解到 这辆酒精灌车 装有30立方米的 95%高纯度酒精 由于事故为止 是公主领事经济开发区 附近工厂较多 并且车流量较大 随时有扩散的危险 公主领事安监局 环保局 应急办 交警大队 立刻赶赴现场 进行指挥调度 随后专业技术人员 对现场安全情况 进行了分析研判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对酒精灌车底 反篮盘泄漏位置 进行了官罚堵漏 经过了近三个小时的 紧急处置 7点20分处置完毕后 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 随后交通恢复了正常 守望都市白鸽 通讯员杜亮报道 我们常说 做人要量力而行 其实开车也是一样 比如说眼看油要不够了 怎么不去加油站 反而开上了高速公路呢 最近省高速公路官局 严际分局的民警 在路面巡逻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辆 因为没油而抛锚的车 为了避免危险的发生 民警全程对车辆 和驾驶员进行了保护 3月1号晚上8点40左右 严际分局浑淳巡逻组组的民警 正常巡逻到浑雾高速 浑淳方向41公里时 发现一辆轻型箱式货车 抛锚在了应急车道上 车辆打开了双闪灯 后方设立了三角盘 经询问得知 这是一辆新车 司机因为对车辆情况不了解 再加上沿途服务区的 加油站正在整改 所以车辆在油料耗尽的情况下 只好停在了路边 但是驾驶员已经通知了朋友 从浑春站口送汽油上来 过了20分钟左右 民警再次上前巡逻情况 这时发现由于车辆熄火 小货车内的空调已经停止了工作 此时夜晚的气温还很寒冷 于是民警将车上的两人 接到了警车上取暖 继续等待 21点55分 驾驶员的朋友将汽油 送到了车辆泡沫的地点 民警协助其为车加雷油 加完油后 民警在货车后方护送 一直将其送下了高速 最后在史书站口时 民警对驾驶员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停车 未按规定摆放三角警告 标志牌的行为 进行了依法告知 但考虑到驾驶员 是因为车辆缺油熄火的情况 此次给予口头警告处理 并叮嘱驾驶员 出行前一定要检查车辆状况 避免此类状况的再次发生 双都市 易阳编辑报道 接下来不是车出了问题 而是车主出了问题 怎么呢 怒怒症犯了 都说这怒怒症 最大的特征就是 看不惯比自己快的 还受不了比自己慢的 他觉得你跟他置气也不行 这不前两天呢 在G50互于高速长寿段 一名驾驶员呢 怒怒症就发作了 竟然在高速公路上跟人斗气 愣是别停了一辆越野车 监控画面显示 一辆银灰色小轿车 从应急车道驶出 并连续变更车道 最后在超车道上 别停了一辆越野车 越野车想从行车道驶离 小轿车又继续移动 直到将越野车完全别停 两车都停下来后 小轿车驾驶员立即下车 跑向越野车 蹬踹越野车车门 并朝越野车驾驶员挥拳 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了两分钟 事发路段属于弯道斜下坡 当时车流量很大 一旦发生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执法人员通过监控发现后 立即赶到现场 将两车带离高速公路 经过我们询问得知 当时小轿车驾驶员 正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同时 其前方一辆越野车 也非法占用应急车道超车 后方小轿车驾驶员 在躲避前方越野车的过程中 因操作不当 导致车辆与富然发生差挂 小轿车驾驶员认为 越野车负有一定的责任 于是 在高速公路上追逐了近两公里之后 将越野车强行难停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公安机关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高速执法部门提醒 开斗气车 急易引发交通事故 危及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驾驶员一定要引以为戒 再来说一说最匪夷所思的盗窃 前几天在安徽 一辆停放在路边的插车被盗走了 经过细致的侦查 警方很快就将嫌疑人抓获 让人一想不到的是 嫌疑人四天之后就要结婚了 那为什么偷车呢 恰恰是为了结婚做准备 2月28号 飞东县行政大队接到群众报警 称他停放在河泵路边的一辆插车 不翼而飞了 通过调取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 警方发现是一名男子将插车偷走了 这个嫌疑人开了这个插车 5连12分经过这个插路口 一直在往南 也就是往回东方向在行驶 通过视频追踪 警方发现此人将偷来的插车 开到了一处隐蔽的位置后 通过一辆货车再将插车拉走 经过侦查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王某 3月20号警方在肥东县某小区 将嫌疑人王某抓获 随后警方又将已被王某卖到外省的插车找回 经证讯王某对自己在肥东县盗窃插车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同时他还交代去年12月 除州市的一起插车被盗案也是他所为 而他盗窃插车的目的 竟是为了不久之后的婚礼 因为结婚财务压力比较大 才盟生盗窃插车 然后变卖 然后获取利润 获取利润这个想法 王某的婚礼原本定在3月24号 也就是他被抓的4天后 如此胆大妄为 不仅婚结不成了 等待的还将是法律的制裁 接下来这事同样让人意想不到 说前几天的清明小长假的期间 一对夫妻去扫墓的途中回家 觉得挺累的 想去服务器休息一下 结果错把油门当刹车 这一脚愣是撞进了服务区 详细情况一同走进今天的微视频 小轿车进加油站 不但没减速 反而是加速前进 这一头就撞柱子上了 车辆被挤压变形 车内人员被困 来来来 搬车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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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搬车过来 搬车过来 来来 算了算了算了 据了解呢 车内共有五人 其中四人不同程度受伤 被送医治疗 另一人无幸身亡 而事故原因 竟然是驾驶员 勿将油门当刹车 最终酿成残局 开车上路安全地 可下面这辆 不同寻常的小车 全让人看不到一丝安全 你确定这是一辆车吗 明明就是一堆零件啊 这车轮台搬车 你这是咋电话 一箭启动 可能里面是一箭启动 那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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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说了 这车不但能开 还能以一箭启动 据了解 这是一辆事故车 还没修好就上路了 再来看看 下面这位大妈的神操作 大妈呀 捡到了一条钻石项链 先是死活不还给人家 后来呢 又要求分自己一包 这到底是谁不讲理啊 周围的群众都看不下去了 最后呀 在众人的合力劝说下 大妈终于将项链归还 施主呢 也给大妈五十块钱 作为感谢费 无意日之财 不可取 可总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男子公交车上偷手机 却没想到啊 自己偷的竟然是警察的手机 这男子就挣脱外衣 把整个外衣脱了 然后跑 那我就把小儿子交给我公公 我就在后面追 两人就这样 你跑我追 跑出去一公里 之后 小偷被抓住了 我怕他拿凶器 我就一只手摁住他的脖子 一只手抓住他的左手 把他摁在地上 女警说了 自己当年呢 可是警校的特长生 想从他的手里逃跑 有点难呢 轿车床卡逃避检查 司机汽车钻进草丛 有没有驾驶 这大酒吧 喝多少 喝多少 我喝三 六十六万买的新车 前机带上有瑕疵 这是咋回事 这车进行二次奔鸡了 已经 见这摸告是有反对效率的 但是他到现在 也不跟我们说解决办法 你找我的毛病 那我也得找我的上去 我得问他这个车子找 侵占土地不归还 法院执行归还原主 他起诉我是用我的 就我这些地 根本就没有用 你这些吧 咱被降了 就是你神速吧 有这个权利 对呀 你这个神速 但是你这样 买好钻 会碎楼 会碎楼珠宝提醒您 稍后节目更精彩 本来木游 鼻炎专利要参合鼻炎片赞助国书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接着来关注新闻 3月14号晚上 长征市交警支队宽城区大队的民警 设下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有一辆轿车是企图硬闯 民警随后是驾车追赶 司机最后见跑不了了 把车给扔了 汽车逃跑钻到了荒草地 能这么拼命跑的 这问题不小啊 民警随后搜索了十几分钟 终于在草丛里把他找到了 是你开的吗 刚才 他跑啥跑来 你这是创了出事故 不得你的责任吗 2019年3月14日晚 长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宽城区大队 站前中队的民警 在西欢城路 润民大城小区门口 设卡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晚上9点多 一辆白色小型轿车 驶入交警卡点 车上一男一女 其中男子坐在驾驶位上 他为停车接受检查 直接加速 冲卡驶离现场 发现白色轿车 闯卡逃跑 民警驾车在后追赶 开出几百米后 白色轿车停到了路边 男驾驶员已经不在现场了 只剩下一名女子 我们询问该女子时 女子慌慌张张地说 是她自己开的车 民警查看周围环境 发现白色轿车停车的位置 后方是一片荒草地 里面的荒草有一米多高 怀疑这名驾驶员 有可能是躲藏在其中 民警进入草丛 搜索了十多分钟 在一片半人高的草堆处 发现了一名男子 民警随后将男子带到警车处 他很快承认了自己 酒后开车的交通违法事实 经过询问民警得知 这名男子当天是在亲属家喝酒了 本来打算妻子开车回家 这事还挺清醒的 可他觉得事发这路段不太好开 觉得妻子这驾驶技术不行 打算自己先开一段 没成想刚出门就碰到了交警 民警将交通违法嫌疑人带上警车 并对其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 进检测 它的血液每百毫升 含有酒精含量是38毫克 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据男子交代 自己的妹妹在润民大城小区居住 当晚他和妻子来妹妹家吃饭 并且喝了酒 他本打算回家由妻子来开车 这名男子没有想到 车刚开出小区 就遇到了交警查酒驾 被逮了个正着 这名男子平时的工作就是驾驶 他的驾照将被降行 民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对交通违法嫌疑人进行了处罚 罚款2000元 驾刃即12分 暂扣6个月 A3型驾刃 继码12分需要降行 熟永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接下来要说的还是交通违法行为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遮挡号牌 或者故意的变造号牌 都是为了超速或者是违法停车 不被抓到 一般会这么干的人 最后实时的违法行为 都不是一次两次一样两样了 最近高速交警就抓到了 两个遮挡和故意变造号牌的驾驶员 3月27号晚上7点左右 通话分局的民警 接到了指挥调度中心的推送 一辆黑龙江牌照的小型白色轿车 存在超速 违停 故意遮挡号牌等多项违法行为 民警立即在通南高速 下牌社会站对其进行拦截 就这个 那是出租车 驾驶员王某在接受检查时 便称在高速停车 是因为自己的猫要上厕所 而此时 民警则是在车内 找到了遮挡号牌的牌照套 面对证据 王某仍不承认 自己有违法行为 这是遮挡牌照的故吗 不是啊 随后 民警将王某带到了执法庭内 并向其出示了监控抓牌的照片 是你吗 是 随道线数是80 你当时开了89 超速是11% 当时你看一下你的号牌 后牌呢 是 后牌 是 打了 打了哈 林静这 过了38 你是否被停了 停没停车 停 你停车是干啥 停车是载这个东西吗 依据道路交团权法的相关规定 通话分局对驾驶员王某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 非紧急情况下 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停车 超过规定时速10% 未达20%多项违法行为 供处以罚款600元 驾驶证即21分的出发 3月26号下午2点半 静语分局的民警发现 一辆牌照为禁闭32开头的商务车 存在超速72%的违法行为 但是在信息核对时 发现该车悬挂的号牌 系其他车辆正常使用的号牌 随即在车区内展开布控 下午3点 嫌疑车辆悬挂着禁闭25开头的号牌 从贺大高速陆水河收费站站口 缓慢使出 尽管民警一再追问 但该驾驶员始终不承认 自己曾经悬挂过其他车辆号牌 经过一番查扰 民警终于在副驾驶位置的脚垫下方 找到了实施超速违法行为时 所悬挂的号牌 驾驶员 这是啥 没挂呀 没挂 做准了 挂了挂了挂了 拒油了这个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静语分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对该驾驶员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违法行为 处以罚款2000元 驾驶证及12分的处罚 对其使用其他车辆的 激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 处以5000元罚款 驾驶证及12分的处罚 核汽处以7000元的罚款 驾驶证及24分 视网都市 易阳 编辑报道 三月底 长州市民孙先生 在东南湖大陆附近的明车会交定金 买了一台车 前几天他又补交了70多万的车款 随后就提车了 没想到提车不到三个小时 他发现这车 前机盖的车漆跟车体 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他怀疑我这新车好像喷过漆 当天下午踢车 踢完车我去车管所落急的时候 在中途发现车机盖子有喷漆的现象 车机盖子有这个坑 有这个水印和这个砂纸打的痕迹 他说这是出厂的有瑕疵 孙先生称 发现车漆有问题之后 自己便第一时间联系了明车会 并将车开回店内 经过店内工作人员查验 前机舱盖的车漆确实有瑕疵 但是究竟是不是二次喷漆造成的 需要孙先生进行鉴定 我们把这个车辆的整个这个鉴定 我们也做了 这车进行二次喷漆了已经 鉴定报告是有法律效率的 但是他到现在也不跟我们说解决办法 他的态度就是说 这个车我们在研究 他一直就在推驼的方式 随后孙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一份 机动车鉴定评估报告书 上面显示经鉴定标的车辆前机舱盖 存在二次喷漆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新车的车漆 会出现这种情况 随后孙先生再一次来到了 位于东南湖大陆附近的名车会 并找到了店内的副总经理了解情况 说我这个车的机器盖子 那块有这个异样 我现在只能说是异样 有什么异样 对 就是跟其他的车的漆面 不太相同 咱们自己工作人员用肉眼也能看出来是吗 对 可以看出来 说这个鉴定报告 我不知道您看不看 看不 这个咱们认可吗 这个鉴定报告呢 说实话 我们也存在着异 昨天我们找到我们的商家了 他说他也要找一个鉴定部门 来鉴定这个车的车漆面的问题 该经理表示 在售书前 店内的工作人员都会对车辆进行检测 而检测的结果并没有显示 车体有过二次喷漆 所以经理表示 车前机舱盖的车漆确实存在异样 至于是否向孙先生提供的 鉴定报告上所说的那样 为二次喷漆 经理则表示存在异议 你找我没毛病 那我也得找我去上去 我得问他这个车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车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生产的 所有的物流过程都是由我的商家来的 他给我送了电 那我希望他过来的时候 咱们三家坐在一起 看看这个事是怎么解决 可以把那个机器盖子给你换一个 对吧 因为你产生异样 我们是让客户心里要舒服 最后双方经过协商 经理表示 因为车漆的确存在异样 所以可以为孙先生更换 新的前机舱盖 或者送送车衣 并赔偿两万三千五百元 其中包含第三方鉴定的费用 对此孙先生也表示认可 首相都市 冯冠明利报道 最近长城的李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 说在桂林路雨 牡丹街交汇处 有一处下水井 反出了大量的脏水 桂林路牡丹街附近 平时人流量 车流量都很大 这一反水 给很多的人都带来的不便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桂林路雨 牡丹街的交汇 我们可以看到 此处有个下水井 是大概反了二十米的脏水 走到附近 还会闻到一股臭味 据于附近的居民介绍 这样的情况 已经维持了大概一星期左右了 给市民出行 是造成了非常的不便 记者赶到现场时 下水井还在不断地往外淌脏水 由于平常这附近的车流量 和人流量都比较大 所以给周围的市民的出行 和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不便 在现场 记者拨打了朝阳区市政的电话 市政部门表示 由于此处景盖 在马路牙子上侧 所以属于自围景 不是我们的市政景 那是属于自围景 小区物业找物业 有产权难为 找产权难为 这么的个自围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就是像那种气管的 小区的居民提前 把这个就是解副通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负责该区域管理的 铜光路西社区 我告诉商家很多次了 他这个正在找这个下嘴的师傅 携着携着帮着携着携着 首昂都市陈林海军报道 近期在北环城陆与菜市 北街交汇处的灌木丛上 有很多的小黑虫 这些个小黑虫 平时还聚集在一起 看起来很恶心 附近的居民也不知道 这些个虫子是什么种类 大家也担心 这虫子长大了 会不会危害到灌木丛啊 长城市民牛先生 跟我们反映 在北环城陆与菜市 北街交汇的灌木丛上 有很多的小黑虫 那么今天呢 记者来到现场之后 发现确实有很多的小黑虫 爬在树枝的顶端 据附近居民们介绍 这些小黑虫在灌木丛中 马路上乱爬 他们怀疑是夏天掉落的小毛虫 记者在采访时看到 从北环城陆网 菜市北街方向走大约100米 就能看见路旁的灌木丛上 几乎布满白色的网 有的树枝上有几十只虫子 从菜市北街走 发现有700米长的灌木丛 都有这样的小黑虫 每天呢 除了六二十多 看这树点上 有那些小黑虫 非常的多 随后记者拨打了 长春市值宝站的电话 询问此事 很多开车的朋友 可能都在驾驶过程中 会遇到来电话的情况 很多人会选择 把这个车靠边停下 或者是带上耳机去接听 而有些人是响了 拿起来就接 这种行为 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另外它也是不合法的 很容易进到我们 进到我们的交通违法曝光台里 在长春市公安局交警局队 提供的交通违法设路图片中 我们看到 在人民大街 与凡人路交回路段 一辆蓝色系统车的驾驶员 在驾驶过程中 使用手势电话 而且难度还挺大 右手拿电话伸向左侧 且头扭向一边 开车不怕路 多危险呢 同一地点 一辆蓝色系统车驾驶员 弘扬在驾驶过程中 使用手势电话 一边打电话 一边开车 难免分神 驾驶机统车 使用手势电话 将被输入二百万发款 驾驶证 都希望自己的身体 能够再瘦一点 但是减肥不太容易 很多人都输在了兼职上 管住嘴 迈开腿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确实挺难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寻找便捷的减肥途径 比如喝一些个瘦身饮料 但是有些个所谓的 减肥瘦身饮料 它可能会伤身 细部驱鸣是一种 中枢神经抑制机 可通过抑制食欲 达到减肥的效果 曾在医学上 主要用于辅助治疗肥胖症 但是作为药物上市后 卫生部门检测发现 相当一部分患者 在服用后出现了口干 头晕 血压升高 心跳过速 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严重者还出现了心脑血管中风 干肾功能损坏 近日温州市的黄女士 在服用了一种瘦身裹出粉后 就出现了头晕 胸闷 全身无力 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经抽检 这种宣称 百分之百 纯天然草本植物原料 不用节食 连续喝一个月 就能轻松减掉 十几斤的瘦身裹出粉中 就被剪出含有违禁药物成分 细部取名 而且它所有的包装都是外文的 没有任何中文标识 国家食品安全法要求 如果是进口食品 必须要标明中文标签 包括名称 进口商 所以说这个产品一看就是属于 一个禁止在市场上流通的食品 除此之外 抽检人员还发现了一款标称 BCD的新品牌国书粉 也被剪出含有违禁药物 细部取名 看到这些国书粉包装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眼熟 因为这些古书粉 你也可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见过 所以对于一些追求完美身材 像瘦身的人来说 服用药物一定要遵循医嘱 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当耳吸 收藏主持报道 4月10号 长春市医保在长春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了6个经办窗口 将正式受理业务 以后大家可以就近去办业务了 具体情况一起进入 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2019年4月10号 长春市医保在长春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了6个经办窗口 将正式受理服务了 受理业务范围涵盖了 参保单位和个人医保 参保登记 基金征缴 待遇审核 医疗照护保险审核 等90余项 医保经办业务 另设两个吉林银行 医保业务窗口 方便参保单位和个人 办理转账缴费等非现金业务 大家可根据需要 就近办理相关业务哦 因清洗水箱 2019年4月10号早8点半 到4月11号早8点半 长春市朝阳区 景水路与同志街交汇 西北角 百汇胡同 与东朝阳路交汇 东南角市委宿舍 长春市近开区 静岳大街里 与金平街交汇 静岳大街4666号 该区域内供水压力明显下降 其中大部分地区停水 停水时间24小时 警示民做好相应停水准 近日2018年通过导游资格证考试的人员 可以于2019年4月27号 开始通过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 进行电子导游证的申请工作 具体流程如下 2019年4月10号 长春经开人才市场综合性 人才招聘会具体安排如下 乘车路线120路 130路 233路等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本来我们由迪安政令要 苍鹅编片 再次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要都市 这一时段呢 我们先来关注决战执行男 3月29号 农安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全体干警 深入哈拉海镇金大房子村 对李某田某等人侵占 刘某土地拒不归还一案 进行了强制执行 在执行法官的施法名理下 最终被执行人消除了抵触情绪 将涉案土地成功交付给了申请人 2017年11月 刘某与农安县哈拉海镇 金大房子村村委会签订合同 租赁该村100公顷荒地经营使用 期限为50年 该村李某田某石某田某等4名村民 耕种的部分土地包含在该地块中 在2018年8月和2019年1月 经两级法院依法审理 判决4名被告 停止对上述土地的侵害 排除妨害 交由原告耕种 判决生效后 被告等人多次在涉案土地范围内 对原告的勾击 雇佣人员进行为主 干扰原告对承包土地的使用 老百姓私自开荒 然后我就经过法院提诉 这个土地经营权现在是我的 于是申请人刘某 于2019年2月21号 向农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向其中三名被执行人 送达了限期执行通知书 等生效法律文书 并于3月5号 分别对几名被执行人 进行了履行义务的规券 即制作执行笔录 但被执行人明确表示拒绝执行 3月29号 南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全体干警 来到哈拉海镇金大房子村 实施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首先通过 线上划扣银行存款 实现了申请人的部分赔偿请求 线下在现场张帖判决文书标牌 设置警戒线 配备人员进行警戒 指挥勾集破土利界 成功交付涉案土地 强制执行期间 执行法官不忘对被执行人 释法明理解答案件疑惑 最终消除了被执行人的 抵触情绪 使得案件顺利直截 首昂都市印得王超报道 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 4月3号21时57分 余树市新战乡万发村的一处草舵 突然起火 扶于中队接警之后 迅速出动赶赴现场进行扑救 消防队员到达现场时 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由于草舵靠近民房 一旦蔓延后果不堪摄像 居然行动立即展开 两支扑救组 一支警戒组同步行动 第一组四名队员出一支水枪 从正面直攻起火点 第二组三名队员出一支水枪 从侧面阻止火势向四周蔓延 警戒组现场负责协调 并防止无关人靠近火场 战斗命令下达后 各小组迅速展开行动 对大火进行围攻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奋战 四日三点四十五分 火势被全部覆灭 此次大火过火面积约300平方米 起火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在此消防部员提示 春季风干雾噪 引发火灾的不安全因素明显增多 草垛柴虎垛的堆放位置 尽量远离民宅 并且周边严禁一切火源靠近 避免发生火灾 首网都市报道 接下来出行安全 我们再来说一说 常谈常心的隔夜酒 3月26号 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宽城区大队的民警 在北四环路上知情的时候 就缠户了一名隔夜酒驾的司机 这个驾驶员说了 前一天晚上 由于和亲属一起吃饭 喝了不少酒 所以第二天早上还要上班 于是觉得没事了 就开车上班去了 结果让交警带了个正着 2019年3月26日早上7点55分 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宽城区大队的民警 在北四环路和青年路交汇处直勤 这是一辆GC牌照的小型轿车 行驶至北四环桥南口 民警拦停该车进行检查 发现司机身上满是酒气 这儿呢 下来先催 把他拿加这儿 民警随后将这名司机带上警车 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不知道哪开这个 呼吸测试值是34 认定是饮酒驾车 据男子讲 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 他陪客人吃饭 席间喝了酒 这名驾驶员早上心存侥幸 未完全醒酒就开车上路 遇到交警被查 昨晚喝完了 今儿也不能开 知不知道 多大酒味早上起来 酒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民警依法对交通违法嫌疑人 进行了处罚 这一驾驶员处已罚款2000 斩扣驾驶生6个月 G12分的处罚 熊王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饮酒过后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很多 除了不能开车 最好还要有人陪同 说前几天呢 重庆一名男子 因为喝的太多了 酿酿呛呛呛一脚呢 就踩空了 踩进了一个很深的通风景里 情况非常危急 只好向消货人员请求救援 我们当时都触动一辆车 到陆明指导院赶赴现场 在荣创滨江一号小区 一栋住宅楼通风景上方往下看 这名男子侧握着不停喊疼 据现场了解 摔进深井的男子是物业公司 一名工作人员 当晚和朋友喝了点酒 回来后经过楼道 通风景上方有一扇 用来遮挡的木制栅栏 男子醉酒不太清醒 就往栅栏上靠 结果出了事 消防救援人员放下担架 将伤者调了上来 并随即送往医院 事后了解到伤者姓宋 23岁 摔下去断了四根肋骨 目前仍在住院治疗当中 接下来同样要说的是 醉酒的小伙子 但他命挺大呀 前几天说他喝了八瓶酒 于是走着走着 一脚踩空了 踩到了公园的湖里 于是就在这湖里睡了一宿 3月30号早上7点半左右 踩云湖公园保安孙建墙 在园内巡逻 有市民跑来说 有人漂浮在湖面上 孙建墙赶紧和同事一起去救人 10多分钟后 男子被成功运到了湖边的平台上 随后120将他送到医院 目前男子已无大碍 据了解 落水男子姓陈 二十岁 今年刚从贵州来重庆找工作 3月29号傍晚 小陈一个人喝了八瓶啤酒 亮亮呛呛地逛进了彩云湖公园 结果一个彩空就落到湖里 万幸的是 他被浮桥下的线网勾住了 身子一直飘在湖面上 这才捡回了性命 网友最关注 说最近一名网名为华仔的男子 在微信群聊里 对四川的一名烈士唐伯英 侮辱一事 引起了大家的强烈谴责 对这情况之后 海南三亚警方迅速行动 在广东省汕头市 将网名为华仔的李某抓获 网名为华仔的男子 在网络上发布不尊重扑火烈士 甚至侮辱辱骂扑火烈士的言论 之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 并确认涉嫌侮辱扑火烈士的网名 李某男性31岁 三亚人在广东打工 昨天晚上10点 三亚警方在广东省汕头市 将李某抓获 李某向扑火烈士 以及社会做出公开盗窃 我们应该尊重英雄烈士 不要像我们这样 没有英雄烈士 我现在深深地体会到自己 说 像民众的朋友道个谢 对不起 我说 目前李某英涉嫌寻衅滋事罪 已被三亚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另外 还有网友反映 疑似保庭一个微信群里 也有不尊重烈士的言论 对此 保庭官方便表示 已经关注到相关信息 网警已介入调查 对于这样侮辱依侣烈的言论 不仅在道德情理上 难以让人容忍 也已经触犯了法律 外出就餐 吃不了了 打包回家 这事咱们都听过 但是偷车 偷不到 打包回家 这事您听过吗 说最近在重庆 有个偷摩托车的窃贼 为了偷一辆摩托车 可谓是煞费苦心 精心策划 可是摩托车 开不走怎么办呢 竟然将车打包带走了 凤杰 渝复派出所 接到市民 穆先生的报案 说一辆宝马摩托车 在小区车库被盗 民警们随即展开了调查 我们通过看的现状 发现这个现状 刚好是一个 整个车库的监控视角 是没有监控的 没有监控视频 民警就对案发前后 进出车库的车辆 展开逐一排查 最后一辆红色面包车 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民警调取了 城区各主要干道的监控画面 重点关注这辆可疑的面包车 最后发现 这辆面包车上高速路前 故意绕道行驶 还换了一副车牌 种种行为十分可疑 据嫌疑人王某交代 他为了此次盗窃行为 可谓是煞费苦心 在案发前一周 他通过手机 在一个二手车交易平台上 看到了车主 穆先生要出售摩托车的消息 并从APP中 获取到摩托车的位置信息 随后 他和穆先生电话取得联系 确认摩托车还没有出售 于是 王某带着妻子 驾驶着自己的棕红色面包车 从将军出发了 为了躲避警方视线 王某故意不走高速公路 中途经过长寿区时 还在路边 盗窃了一辆越野车牌照 换在自己的面包车上 经过漫长的旅程 2月28号中午 他终于到达凤捷 并最终找到了摩托车的位置 随后 王某驾驶摩托车进入车库 用事先准备好的 板车绳索等工具 将价值近25万的宝马摩托车 绑到了自己的面包车上 不过 王某机关算尽 终究还是未能逃脱罚网 目前 嫌疑人王某已经归案 被凤杰县公安机关拘留 广气传奇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云 零到零上十四摄氏度 白城晴 零下二到零上十六摄氏度 松原晴 零下一到零上十四摄氏度 四平多云 零下二到零上十五摄氏度 辽原晴 零下三到零上十五摄氏度 麒麟多云 一到十三摄氏度 通话多云 零到十四摄氏度 白城多云 零到十一摄氏度 年纪多云 零下一到零上十三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零下六到零上十摄氏度 长春多云 零到十四摄氏度 致面摊 面积静磺 三叉神经痛 国家专利技术 致病更去甘 零四三一八五零七二六六六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处讯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 首要故事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听听观众反馈 首先是吴女士留言 她说呢 高新北区 映画南路 与北湾西街的交汇 北湾新城小区的 1716栋楼下 有跳广场舞的 跳了有三四年了 每天晚上到六点八点 从六点一直跳到八点 受影响孩子学期 希望相关部门呢 能够加强管理 那对此我们看到 市长热线的 一一二三四五回复了 说情况呢 他们已经记录 稍后会把这事呢 反映到相关的职能部门 由他们派人到现场去处理 三到五个工作日会有回复 这个回答的是 相对比较程序化的 我们也希望呢 在这边走程序的过程当中 咱们跳广场舞的 大爷大妈们啊 能够再选一些 比较合适的地方 咱们自己乐呵着 然后不打扰到别人 甚至还能感染到 更多人加入 这个才是更好的 我倒是想起了 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说过的 就是外地的大爷大妈 有戴耳机跳的 但是虽然路过的人 会被吓一跳 因为别人听不到音乐 可以考虑 这个不错 4月8号 杨女士晚上11点多 在建合街与新华路 交汇的银乐地KTV 打车到吉林大陆的 杨普大街 吉林大陆与杨普大街 交汇下车 把钱放在车上了 这里有山本的宣布站 是一位日本朋友 银行卡以及部分现金 店里的员工 这个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 所以他是帮着打电话了 希望捡到的朋友联系他吧 电话是1553025811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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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